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并且坐转车离开 展开7日的考察调研 了解澳门社会和经济的最新发展情况 他之后去过已经命名为澳门大桥的 第四澳探通道施工桥面考察 赫宝龙去年5月 也去过澳门考察调研4天 期间对澳门特区发展提出6点要求 包括在全面准确 坚定不宜 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上 展现更大作为 在推动澳门经济息度多元发展上 展现更大作为等 相隔一年 赫宝龙今次在澳门的考察行程 就多了3天 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谭耀宗认为 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澳门的发展 有什么可以帮助澳门方面的发展 適逢澳门今年又会换屋 又是成立25周年 我相信中央的领导人可能也会出席 这个城市 先由中央港澳办的主任 先来一个调研 全面一个了解 对中央后期所作出的指示 可能更加结合澳门的实际环境 他又说中央港澳办 对港澳的关心和支持 比以往增加 认为是好事 香港电台记者廖映雪报道 港股升穿190点 收市报19115点 升151点 是9个月以来最高水平 港股过去两个交易日 累升600几点 今天继续有资金支持向上 虽然开市最多跌过近140点 但很快只跌回升 五市前已经突破190点关口 下午升势持续 恒指最多升到19123点 最终在近最高位收市 报19115点 升151点 创去年8月以来高位 成交1472亿 计高息中资股上个星期受追捧 今天就轮到科技股发威 科技指数升超过1.4% 其中阿里巴巴升超过4% 收复80元关口 美团、京东和腾讯 升幅介乎1.9%到超过3% 内地当局开放更多赴港澳自由行城市 多谢地产、收租、零售股 和澳门博彩股都有得胜 多谢蓝筹股创一年新高 东方海外国际升近6% 创科实业和华润电力也都升大约2% 恒指不够一个月内 由低位反弹超过2,800点 累计升幅接近1.8% 有分析认为近期有资金带动大市向上 可否维持动力 要视乎今星期多只重磅股的业绩等因素 他提醒港股短期内累积大量升幅 可能会出现一定调整 也都要留意美国通胀数据等 对会不会提前减息等的影响 香港电台记者尤家威报道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咸说 觉得现时社工注册局的工作 很明显致公众利益于不顾 也都损害社工的专业性和公信力 有必要完善注册局的管治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咸日前 在社交平台发文 质疑社会工作者注册局仍未建立机制 禁止被裁定触犯危害 国家安全罪行的人士成为注册社工 孙玉咸列举社工注册局五件事件 说明有必要完善局方的管治 从而更好地维护国家安全 保障公众利益 促进社工专业有罪发展 社工注册局主席吴若明回应说 相信孙玉咸有所误会 已经发信邀请对方会面 首先我想说 我作为劳福局局长 对于社工注册局的工作 是非常清晰的 同时也会向我回报的运作 所以现任注册局主席所说 有误解其实没有任何误解 我非常清晰 也没有地方需要它澄清 我觉得现在注册局的工作 就很明显是自公众利益于不顾 也都损害了社工的专业性和公信力 所以我提出很清晰 有必要性要完善 社工注册局的管治 我提出的所有担忧的地方 都是不牵涉政治的 社工注册局目前有8名选任成员 包括政府主席6名委任成员 和一位社署处长代表 孙玉涵一旦被问到 如果要修改社工注册局的组成 选任和委任成员的比例会如何改变 作为局长 如果我看到注册局有一些行径和决定 是严重偏离了条例的精神的话 我有贊任要指出 如果注册局的构成 它的行径决定出现了问题的话 作为局长我需要指出 要采取行动 也有必要要完善他们的管治 但具体方案如何 请大家等一等 政府在很快的时间 会提出我们的方案 向孙玉涵提出会面的 社工注册局主席伍瑞明说 到现在仍未收到回风 他仍然希望和孙玉涵对话 因为他可能纯粹听一些其他朋友所说 或者可能见一些小小的文字记录 然后他的理解演绎 未必可以反映全部的状况 所以我们希望局长可以有机会和我们谈 其实我想局长所提到的五点上 都有很多地方其实不是那么完全正确 甚至有些地方可能扭曲了都不顶 伍瑞明所说的是回应孙玉涵的帖文里面 指注册局通过委任一名正由法庭处理 他暴动罪控罪的社工 加入纪律委员会被选委员小组的事 伍瑞明说局方是在相关人士 已经获法庭明确判处无罪之后 继续委任程序 又强调在整个成员委任过程里面 没有人申负罪名或者正被起诉当中 社福界立法会议员迪志远 希望政府无论提出什么方案 都要先充分咨询和经业界讨论 他建议在社工注册局组成方面 可以参考医委会 吸纳来自大学和专业团体的成员 或者推荐专业有公信力人士加入 专业人士的比例应该占一半以上 以助专业化发展 也都不会形成政治角力的气氛 香港电台记者刘景辉报导 举重建立总会主席杰炳玉 早前在一项有来自香港 和中华台北选手参与的赛事里面 自此时提到有13个国家参与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说 对方接二连三 连续发生同样错误是不可接受 当局会因应整件事调查结果 采取适当行动 但是件事件 总会的主席质别连三 或者我们见到它连续 都发生了同样一个错误 其实这个真是不可接受 我们是期望 就是港业庆幸福委会 能够真是有一个 长远一点解决的方案 去令到这件事不会再发生 这个我们当然 是会和港业庆幸福委会一层去做 但是我觉得无论是总会或者主席本身 总会已经作了一个 昨天发了一个稿 是作了一个道歉 我会认为因为两次的事件都是主席自己的一个错误 他其实自己都应该出来向公众要有一个交代 而我们也都会因应整件事的调查结果 是会采取适当的行动 去让第一 我们所有人都要明白 这些每一次我们出来讲话 其实当你代表了某一个体育总会 或者体育界的时候 代表了香港的时候 其实每一个都是非常重要 每一句说话都非常重要 深圳当局说 考虑将香港东铁线引入罗湖境内 并在罗湖口岸执行一地两检 深圳罗湖三大口岸的通关人次 占深港通关总量大约四成半 今年五一期间 出入境旅客都有双位数增长 是推进深港合作的重要窗口 深圳市口岸办早前说 深圳罗湖口岸将会启动重建规划 配合港铁东铁线北沿 和香港北部都会区新铁路项目接轨 罗湖区政府说正是探讨 将东铁线引入罗湖境内 在罗湖口岸实现一地两检 远期我们也是希望 积极和香港政府共同的努力 去把港东铁探索引入罗湖境内 实现轨道上的一个大湾区 两地之间一小时的一个无缝衔接 同时在这一个港东铁引入之后 新建一个一地两检的罗湖口岸 然后实现这个港东铁从深圳的核心区罗湖 直达港岛的核心区只要50分钟的一个车程 然后让两地的这个核心区域之间 这个产业发展能实现一个深度的交融 罗湖区政府早前一口气 推出四个集中连片区域 总用地规模133公顷 照上用地规模126公顷 其中比伦罗湖口岸 和香港只是一何之隔的过境土地必一地块 计划建设成战略新兴产业 和现代服务业跨境合作示范区 他又说罗湖将会推出更多深港服务项目 举办罗湖深港文化粤等活动 建立更多服务港人到深圳工作 生活玩乐的平台 香港电台记者有家威报道 广东省大湾区办发布第二批 16个大湾区规则涵接机制 对接典型案例 其中港车北上澳车北上政策 顺利落地实施 有很多创新和亮点 广东省举行粤港澳大湾区规则涵接机制 对接典型案例新闻发布会 公布第二批16个案例 包括港车北上澳车北上政策 顺利落地实施 粤港实现政务服务跨境通办 中山率先落地港药粤产等 广东省大湾区办表示 轮选工作聚焦要素跨境流动 营商环境和民生融合等重点领域 和第一批案例相比 今次主要是在新的领域取得重要进展 其中港车北上和澳车北上 在实施上有很多创新和亮点 比如港车北上澳车北上政策 通过合法电子牌照 实行免担保政策 跨境车险等效先任等系列创新措施 有效解决了长期以来 港澳私家车进入内地南的问题 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说 当局推出创新申办模式 车主不出港澳就可以申请 截至上个月30日 当局一共合法牌证9万多库 港澳单牌车 累计入出境230多万架次 前面实施港澳与内地 免试换领小汽车驾驶证业务 方便出行 目前已为32万名港澳驾驶人 免试换领了驾驶证 简化港澳单牌车升领牌查验流程 从2024年3月1日起实施 九澳单牌车查验合格后 两年内再次提交申请 且自动车及所有人不便的免疫查验 目前已有5千多名 九澳车主享受了政策红利 他说当局也推进停车场系统升级改造 深圳珠海市公共停车场快速升级车牌识别系统 满足港澳车主泊车的需求 以及建立通报机制 对省内发生 造成港澳居民伤亡的交通事故 及时通报港澳方面 并提供协助等 除了车辆通关 其他在新领域取得重要进展的 还有数据跨境 多元商事9分解决等 当局说 推进大湾区规划函接 是长期系统工程 未来既要着眼长远发展 也要聚焦三地民众关心的热点和问题 带动大湾区规划函接取得实质突破 香港电台记者朱石军报道 先休息一会 下一节会报道 警方说 今年首季的电话骗案中数下跌 但内地来港读书的学生 代入假冒官员电话骗案的数字 就有上升趋势 香港这个多元文化共用的城市 不同界别、不同种族的人 如何受到《基本法》保障呢 《基本法》是维持香港的基石 包头英博士深入浅出 演绎相关条文 博士就是说 根据《基本法》 香港特区政府 可以自行制定文化政策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 香港电台联合制作 《我们的基本法》 逢星期二、四上五十点五十五分 《港台电视三十日》 《港台电视三十二》 本地及时消息 每晚凝聚香港 全方位紧贴城市资讯 介绍一浪接一浪的香港盛事 讲解政府各个部门的运作 和相关政策 香港人喜欢讲饮讲食 又怎么少得本地特色滋味推介 还会报道新科技 和聚焦的城中热话 务求将八方信息 凝聚香港 逢星期一至五晚九点零五分 《港台电视三十二》 我是张家朗 我是何思培 我是邓俊文 我是邂颖雪 《港台电视三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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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大家一起迎接 迎接巴黎奥 回来新闻时间 今年首冽电话骗案中数 安年和按季分别下跌两成和三成多 至于内地来港读书的学生 代入假冒官员电话骗案的数字 而有上升趨勢 18歲由內地來港讀書的陳同學 上個月懷疑代入假務官員電話騙案 因為銀行有懷疑已暫停帳戶交易 加上警方攔截騙款 現時預計損失大約60萬元 陳同學說當時誤信騙徒 因為對方出事逮捕令 向他展示的資料有他的個人信息 警方今年首季錄得474宗電話騙案 案年跌大約兩成 案季也跌三成多 但今年首季損失金額達到7億9千萬元 其中假務官員的電騙案就佔7億6千萬元 警方今年1月接獲一名70歲女子報案 懷疑代入假務官員騙案 先後共轉賬2億6千5百萬元 是首季接獲的最大宗這類型的騙案 警方最終攔截到大約157萬元騙款 三人被捕 警方說留意島內地來港讀書的學生 代入假務官員電話騙案的數字 有上升趨勢 4月有23宗 高於首季每個月平均的13宗 商業罪案調查科 反詐騙協調中心情報及騙案應變 小組高級督察林沛恒說 騙徒會捕捉受害人心理 聲稱監控學生 由於內地生並不熟悉本港法例 加上身處他鄉 不懂得求助容易受騙 林沛恒又說留意島新騙案手法 是自稱網救或短視頻平台的騙徒來電 聲稱受害人有使用VIP會員收費服務 要取消就要收錢 如果需要取消有關服務 受害人是需要繳交手續費 並聲稱受害人的戶口將會被凍結 如果不想 他們需要將他們的資金 轉到指定的騙徒戶口裡面 警方說 近日安排反詐騙協調中心的宣傳車 就訪各區 去年也已經與院後合作 向在港內地學生宣傳防騙知識 香港電台記者有目覆不動 新藥審批機制即是一家機制 至今有兩款新藥獲准在香港註冊 對於有意見擔心 新機制會影響藥物質素 醫管局說 相關機制同時考慮藥物的本地臨床數據等 能夠提供更好的保證 新藥審批機制即是一家機制 在去年11月生效 至今有兩款新藥獲准在香港註冊 在新機制下 藥物在符合本地臨床數據支持等要求 並經本地專家認可新藥的適用範圍之後 只需要提交一個參考藥物監管機構的許可 就可以在香港申請註冊 對於有意見擔心 以往需要提交兩個參考藥物監管機構的許可 改為現在只需要一個機構許可 會影響藥物質素 醫管局聯網服務總監鄧耀鏗說 新機制會考慮本地數據 能夠提供更好的保證 其實現在我們很多藥物可能在外地生產 其實一些科研都是一些外國人的參考的數字 有時可能一隻藥對外國人的副作用 跟亞洲人或香港人的副作用是不同的 而我們現在譬如說如果是多的臨床數據 是來自本地或來自內地 大家都是亞洲人的時候 變了這個我覺得對藥物的療效 各方面是更加有保證的 醫管局說 新機制可以吸引更多藥物研發 和臨床試驗選擇在香港進行 一提到本地研發或內地藥企的研究越來越多 仍擁有很大機遇 相信新機制不僅有助藥物引進來 亦都可以提供窗口讓藥物走出去 醫管局又說 將會檢討現時引入新藥的架構 希望能夠精簡程序 目標是將申請時間縮減一半 現在正是與國慈分者相討中 期望在幾個月內提供詳細的方案 香港電台記者黃貝民報導 英國起訴三名男子違反國安法 涉嫌協助香港的情報機構和對外國干涉 三個人分別37歲至63歲 今天稍後會提堂 警方說 反恐部門日前在藥克棍拘捕11個人 之後有8個人獲釋 又說調查仍然進行 相信不涉及對公眾的威脅 政府接獲三個商業機構的建議 在土光環、紅磡和南昌 成立三個社區客廳 預計今年內啟動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說 三個項目正是進行裝修等工作 相信可以加快進展 最快暑假可以開幕 服務當區居民 在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會議上 有議員就提出 社區客廳 會不會推展去到其他地區 孫玉涵回應說 自己和議員一樣心急 希望可以盡快開多些社區客廳 但有關項目 堅持要正商民合作 當局積極 穩緊有心人協助 探討彼此合作空間 國家財政部宣布 會發行超長期特別掘債 涉及年期是20年、30年和50年 其中星期五開始 會發行30年 超長期特別掘債 今個月24日發行20年 超長期特別掘債 去到下個月14日開始 就發行50年期 全部都是半年派息一次 國務院總理李強 在今年人大會議 發表政府工作報告時 提到由今年開始 計劃連續幾年 發行超長期特別掘債 轉行用於國家重大戰略實施 和重點領域安全能力建設 今年先發行1萬億元人民幣 俄羅斯總統普京 入名原本擔任國防部長的 邵伊古 出任聯邦安全會議秘書 國防部長就改由 原第一副總理 別洛夫索夫出任 上星期開始 第五個總統任期的 俄羅斯總統普京 上星期四 在首都莫斯科紅牆 出席紀念 為國戰爭勝利 79週年舉行的閱兵星 當日 國防部長邵伊古 在開篷車上 檢閱各支部隊 出任國防部長已經12年 邵伊古是指揮 俄羅戰士策劃人之恩 不過 這次閱兵之後三天 普京簽署總統令 任命邵伊古為 俄羅斯聯邦安全會議秘書 68歲的邵伊古 一直被視為普京的心腹 2012年 獲提拔成為國防部長 俄羅斯在2014年 吞併克利米亞 邵伊古是主要功臣 國防大小事務 普京一直重視 邵伊古的意見 驚頭前 兩人經常 形影不離 好像是在去年11月 普京在莫斯科 會見中央軍委副主席張遊行 邵伊古一直陪同 不過 俄軍在俄烏戰士的表現 據報令普京不滿 包括未能在戰士初期 快速攻下烏克蘭首都基庫 其後更要撤出哈爾科夫等地 普京多年來 一直希望縮清軍隊裡貪腐問題 但成效並不明顯 在上個月底 小伊古的親信 國防部副部長伊曼洛夫 更加因為涉嫌受賄被捕 目前仍然激流 一旦罪成 面臨最高15年監禁 國防部長一征 普京提名前第一副總理 別洛烏索夫出任 令人意外的是 65歲的別洛烏索夫 並沒有軍事背景 他本身是經濟學家 擔任過經濟部長 分析指 這項人事變動 多小反映普京 希望控制軍費開支有關 俄羅斯目前國防開支 佔國民生產總值大約百分之差 接近上世紀80年代冷戰時期水平 克里姆林宮發言人指出 普京認為 國防部絕對需要對暫身 具創意的意念持開放態度 戰場的勝負 取決於哪一方更加願意創新 英國傳媒引述一名俄羅斯前國防官員說 克里姆林宮希望透過 由經濟學家領導 可以精簡運作 提升國防部效率 香港電台記者劉景輝報道